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有點野球單元 我是點佑 今天的有點野球單元呢 繼前兩集的介紹之後呢 我就來講一下傳奇球星 落合博滿以及現任火腿隊打擊教練 以及首席教練的小立元到達 在職棒的時期所採用的一個 神主式打法 好的 那我就來稍微講一下 所謂的神主式打法的概念 那神主式打法呢 比較沒有特別要求說 重心的轉移跟移動 那神主式打法呢 主要是著重在於說 打擊前的準備動作 以及他打擊揮擊的方式這一塊 那在打擊前的準備動作呢 基本上是把手向前舉 就是稍微向前向上平舉的這樣子 有點像在拿相敗敗的一個感覺 這是一個打擊的準備動作 那當要開始準備打擊的時候 選手會將就是球棒 向下向後拉到底 然後前手就是如果是右打者的話就是左手 然後前手就有點像拉滿弓一樣 向後向下拉到底 這時候可以讓腰就是 向後旋轉拉到底的感覺 然後揮擊的時候 在 順勢的 使用寬部肌肉 然後帶動腰 旋轉打擊出去 反而送出去 這樣子 這就是所謂的神主式打法 那也有人說它是一個旋轉式的擊球方法 我認為呢神主式打法呢 它的優點就是說 因為向後旋轉拉滿的這種 就是準備 可以讓旋轉的角度更大 因為拉滿的時候呢 當進行一個旋轉的時候 可以更加完全的拉動 所謂的寬部肌肉這一塊 拉動的距離會更長 可以提升所謂的擊球力道 那我個人認為呢 如果 單用就是 腰在旋轉的話呢 是很難把球 帶遠 然後 拉高它的擊球仰角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其實 不管是怎麼樣的打法 寬部 向斜上發力的這個 感覺是非常重要的 好以上就是神主式打法的介紹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在底下幫我按個讚 然後分享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那如果想要更快接收到我影片新的訊息的話呢 可以幫我按下訂閱 然後按個下小鈴鐺 我是點佑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